太漂亮了,美女副县长又被查了 硬直不到半年就完蛋了 太漂亮惹祸 据四川阿坝州纪委监委消息 黑水县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秦林宁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继监察调查 你说人民给你这么高的工资 好好的过日子就不行 到了这个位置上就得翻天 官方履历显示秦林宁出生于98年88年的1月 去年11月任黑水县副县长 秦林宁是在职大学学历 连个本科还不是 2007年10月参加工作 在金川县俄热乡中心院教 民办教师啊 2009年7月开始 金川县县委政府接待办公室工作 哦,接待领导的 你要不说吗 立任副主任和主任 2014年8月第二任金川县广播电视台 当台长 2016年3月任工青团金川县县委书记 2021年6月任金川县郭恩乔镇党委副书记宣传员 2021年10月 秦林宁为黑水县副县长 党组成员 然后到了现在就被查了 官网介绍 根据分工 秦林宁负责协调副县长的工作 县长的工作 负责教育 卫生健康 医疗保障 新冠肺炎 防疫防控 红十字会 精神文明 妇女儿童工作 负责分管领域的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和分管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你说他都这个德行的 他还得管这个党风廉政建设 真的是个特色 分管教育局 他能管好教育 县卫生健康局 县医疗保障局 县红十字会 联系县史 县史治中心 县档案馆 县县委 县妇联 县精神文明办 我的个天哪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东西 祸害死老百姓啊 到底是他的问题 还是把他提拔他的问题 对吧 这个 这不是我们 哎呀 漏点了 不是我们该议论的事 好像这个 谁该担责任 要这样的事 但是这种事 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事 再来说是这样的事